好 教授過了 因為剛剛我聽到記者的回應好像 好像就是有點類似到說 因為剛剛教授您有在演講講過嗎 我們台灣如果是做東西向的交易 經濟的話台灣的經濟是會落後的 那我們唯獨要走南北向的緯度經濟 才可以提升我們台灣經濟的活絡 但是我有個小疑問 因為我們就是因為在國際的經濟市場上 就是因為其他的國家都害怕大陸的失利 那這也不可能也就是大陸的經濟是不斷成長 而且其實坦白講大陸的沿海的很多國家的發展 已經都媲美的甚至超越了我們台灣 那因為其實其他的國家不可能跟我們台灣做個經濟合作 最大的部分就是受制於中國的政治的打壓 但是這個就是所謂的英國邏輯嘛 就是因為有了這個因 所以我們台灣才不得在ECFA上面 這一個經濟的協議上面 才會這麼多的就是思索然後跟決議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不放棄或說不去考慮到ECFA 我們轉向去國際的話 那我們該怎麼去發展 因為就是因為中國大陸打壓 或是無法去跟其他國家進行去做個協議 這個是這樣 我們今天要國際化 要跟美日歐歐形成自由貿易的區域 這無關台灣獨立 這是接受到台灣人民的生活跟工作機會而已 所以中國打壓沒有他的理由 中國他打壓台獨 但是他在這個經濟上他不可以去封鎖台灣 這牽涉到台灣人民2300萬的工作機會 你現在美國他有這個足夠的經濟力 去跟中國去談判 也就是說台灣他現在並不是在主張台灣獨立 他現在只是要國際化 要跟美日或是簽訂自由貿易協議 你中國沒有理由去打壓人家台灣的國際空間 今天如果說是台灣要去主張台灣獨立 美國他就不會去支持 但是台灣要簽訂自由貿易協議 TPP國際化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無關政治的問題 這是民生經濟的問題 所以中國在國際打壓的說服力很弱 美日歐結合起來 是有辦法去抵抗這個中國的打壓 所以最主要是你怎麼樣去說服日本 美國歐洲他們的政治領袖 來跟台灣做互惠的自由貿易安排 然後讓台灣國際化 那這樣是要取決於政府的積極作為 你政府如果沒有積極作為 像馬總統只是 pay lead service 對TPP他只是嘴巴講一講 他沒有真正去推 但是我們台灣 自己的我們自己政權 我們要去推國際化 推國際化以後 ECFA的過渡時間本來就是有十年 就是到2020年 所以我們2016選出新總統還有四年 本來這段時間 怎麼跟你中國開放 就有過渡期啊 這過渡期本來就可以開放多開放少 我也沒有去得罪你中國 我只是在這時間過渡期裡面 我還是不開放 我要先去國際化以後 再來跟你談ECFA怎麼處理的問題 所以本來就是有十年的過渡期 本來台灣就有這個權利 控制我們開放的腳步啊 本來就是有十年 你總不能要求我2016年全部開放啊 我要把開放步驟用在2018、2019 那也是台灣本來跟ECFA 就跟中國有這個權利啊 這兩國本來就有十年的過渡期可以使用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2016 選出台灣的總統 去國際化以後 再來跟中國談文化協議 ECFA怎麼處理 這無關政治了 好 謝謝 喔 這樣齁 跟群眾講話 那時候講完以後 各位可以來問 你們如果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天 星期天 不是那個 中山南路 中山南路 到門口 我六點到九點 會在那邊 跟幾個學長 學者在那邊演講 我講完以後 就可以來跟各位回答 所有問題 這樣 好不好 好 那時候還有再見的機會 好 去聽聽別人老師講完 好 從幾點開始 六點 六點開始 好 你那個書看完就拿給年輕人 對對對 好 本來就是要流通的 謝謝各位 謝謝